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美国最新军事情报评估 俄罗斯一旦发动攻势 乌克兰首都基辅 可能几天内就会沦陷 多达5万平民伤亡 俄国资深外交官痛斥这种说法 唯一言耸听 还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美国官员过去几天 已经向国会议员和欧洲伙伴 简报了这一份报告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说 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 也就是说俄罗斯随时都有可能 升级军事行动入侵乌克兰 他还说我们认为 俄罗斯已经具备对乌克兰 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 我们一直努力设法阴影 消息人士说 俄罗斯已经部署了 七成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的战力 且将派出更多的迎接战术群 到俄乌边界 恐怕很快就能占领基辅 这将促使多达500万人逃离乌克兰 并在欧洲掀起一波难民危机 国际奥委会发出声明指 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和运动员委员会前主席 烤文锤在北京举行会面 声明指三人在晚餐期间讨论 个人多年前以运动员身份 参加奥运会的经历 彭帅也提到他为自己无法成功 晋升2020的东京奥运会感到失望 另外法国的对报 今天看出彭帅的专访 他在访问中再次否认 曾指控其他人对自己性侵 他说那个帖子导致了 来自外界的巨大误会 我希望内容不要再被曲解 也希望不要再对此事进行炒作 彭帅还透露自己因为年龄和伤患问题 可能不会继续职业生涯了 自非裔弗洛伊德致死案后 民主党人开始在全国力推 削减警察预算运动 依来惩罚警方针对性执法的结构性问题 二方面也是为安抚民心 然而伴随着此运动而起的是 一些诸如轻罪不起诉的政策 使各地犯罪率大幅飙升 民主党人现在已渐渐有益 不再追求此运动 根据非盈利组织刑事司法委员会 公布的最新数据 主要城市的凶杀案连年增长 去年的凶杀案比2020年增加5% 比2019年更大幅增加44% 民调中心指出 47%的民众支持 应该增加当地社区警察的预算 虽未过半 但比起2020年6月的31% 现见了大幅增长 同时支持削减警方预算的民众占比 从2020年的25% 下降到去年10月的15% 澳洲自2020年3月开始关闭边界 在封锁边境近两年后的今天 总理莫里森宣布从本月21日开始开放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旅客入境 莫里森原补充在新规定实行后 未接种疫苗的旅客人需申请旅行豁免 并且提供必须的医疗证明 且入境后人需在防疫旅馆隔离 根据目前澳洲边境的规定 仅允许公民及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民众及其家人 还有某些持有签证和豁免的旅客入境 近期才逐渐开放特定的国家旅客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找我们新闻的最新动态